在刚才的时候呢 我们请到了 景德镇国家用词研究所所长 前 这个兽医专家 真没办老师 跟我们讲讲 他的历史蜕变过程 他怎么在 兽医和饲料这个行业里面 洗心革面 忏悔无门的 后来呢 就讲到这个 郑老师呢 去到美国啊 去美国呢 这个 跟着他的老师学习 怎么在猪身上 造出人血来 然后呢 他的老师 外国人 美国人 开始忏悔了 开始忏悔 这个老师呢 还说 他说如果 现在公认的吧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 他得了癌症 没有人告诉他 他至少可以活五年以上 对 可是 现代医学 判断一个人说 治愈率啊 是以五年为标准 就说你过来 给你开刀 给你吃药 搞得你半生半生 人不能鬼不鬼 你能活五年 我就算治愈你了 算成功 算成功 他说这是真医学吗 对啊 你不告诉他 他也能活五年 对 他还不止五年 五年以上 然后你 你告诉他了 折腾了半天 对 他活到五年呢 算你成功 算你成功 知道这是真医学吗 这是真医学吗 这个打了一个问号 第二呢 他说我们细胞里面有一些 类似于我们身上有 至少有几千种寄生虫 寄生生物吧 在我们身上一起生活 那么细胞里也有 比如说细胞里面有一个细胞器 线粒体 那么他就要问 我们现在这样做 将来这个线粒体是猪的还是人的 谁能回答 没法子回答 所以从这个角度他就说 所以你们当时在猪血培养人血的时候 对 假如他是猪的 将来输了这个血 人会什么 人会怎么样 也是一个大问号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 把他所有的 应该说是成果吧 封存起来 然后他自己就神学院读书去了 我们就解体了 你说这个事情的研究本身啊 是不是仍然被这个科学界 在继续着呢 按照我知道的 现在美国也没在做了 美国没在做的原因 并不是说他们觉得说 对科学有忏悔 不是 而是他们发现金融行业 才是他们统治世界的武器 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发明那种 很有效的统治世界方法 就是发美债嘛 对 然后发房利美和房贷美嘛 发完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公司注册销毁掉 是 现在基本上全中国人民在为美国人民打工 是 是 对吧 是 有意思 说回来 所以你就解体了 你就做学生都做到失业 对 做学生都做到失业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当时在那边做还做了一些就是科学资料的一些收集吧 我做过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影响到今天还有影响的就是美国饲料添加剂的前五十年的回顾 后五十年的前章 当时我做这个事的时候里面也有瘦肉精也有伸展技术也有工业云疆吗 没有 鱼翅你觉得很低级这个事情是吧 然后我就到扶贫团去了 然后我就到扶贫团去了 然后就报效祖国做扶贫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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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